给你们介绍 这些都是我的同行 刘金老师 三秦大帝纪录片的 配音老师 这位是董沛老师 那一位是万有诚老师 后卫其搭档 配音《美人古代》 时宜你介绍得也太详细了 其实大家吃饭 吃着吃着就熟了 来来来 今天感谢 石老师背好羊毛了 来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记者洪小玉 平时也是被人叫老师的 反而我们今天都一样 能够坐在这里的 全都是老师 来 老师们 今夜欢聚乌镇 全放开了 开心为主啊 好 开心为主啊 谢谢 开心为主 开心为主 吃吧 吃 这是 这是山药吧 我跟你们说啊 等一下吃完饭了 千万不要瞎溜达 像这种水箱 大多都有故事在里边 什么故事 你上次不是说了吗 那个江南水箱的故事 有个人住在那儿 突然失踪了 然后自己走回来 你无缘无故讲这个 你不知道实际胆子小 天还没黑呢 不至于的吧 晚上就至于了 行吧 行吧 吃饭 你喝 你喝 他怎么知道你胆子小啊 合作久了的人都知道很正常 不对 不正常 非常正常 少八卦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你那个老公知道有人喜欢你 会不会吃醋啊 应该会吧 不会连这一点自信都没有吧 所以我说 嫁人还是要嫁爱自己多一些的 我眼看着你怎么喜欢他 怎么开始 甚至连衣食都没有 莫名其妙地结婚 你太上心了 明明自己是传世珍宝 偏就当地摊珍珠给卖了 你这都什么比喻啊 本来就是 他的态度 胜过任何一事 他可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地摊珍珠 我写个电话 来 再干一个 好 干杯 干杯 开心啊 干杯 刚才在聚会人有点多 那我开始了 嗯 开始吧 今天早上我跟平时一样 五点四十五起的床 不过昨天晚上 布莱内下了大暴雨 所以整个阳台上全是积水 我花了十分钟的时间 把阳台清理干净了 然后又花了十分钟的时间 烤了一片吐司 热了一杯牛奶 吃完早餐之后 天刚好亮 最近好像有人追我 汪云东啊 你怎么知道 我一直都知道 你是不是想问 我会不会介意啊 你可以理解为 我就是因为介意 才会想要随时 掌握你的动态 也是因为介意 才会记住他的名字 真的 真的 那是意志的 你怎么也在乱里呢 我会 在乱里呢 我也在乱里呢 我去看我们 你还避受到乱里呢 locking战 我觉得还在乱里呢 你怎么要洗脱里呢 你怎么能够洗脱里呢 ya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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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追你太太 你会怎么做 这不就结束了吗 有人追你太太啊 那你想怎么样 时宜为什么这么怕黑啊 很少见成年人 会怕黑成这样 怕黑正常啊 我外婆到老了 也是不肯自己在家住 要不然就是有人陪 要不然就去儿女家住 这背后肯定是有故事啊 你瞎猜的 猜对了 她从小梦多 梦到的全是兵荒马乱 梦做得多了 天一黑就害怕 不敢独处 不和别人说话 还去汉国精神科的医生 但其实也没查出什么问题 后来休学了两年 回来慢慢好一点了 但还是怕黑 当然现在要比小时候好多了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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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